所有男性觀眾最擔心的大概就是這個副作用 目前接受到最多的大概是心理下降 你吐了上去以後 可能會讓你的偷皮產生感染 我們會比較擔心你是不是會有營養不良的問題 莫除偷頭迷思看這裡 我們今天採訪到沈志龍醫師來為我們講解你的偷頭問題 醫師第一個問題想請問一下 我們聽說頭皮抹生薑、醋、大蒜或是粗鹽 可以來刺激頭皮生髮這樣子是真的嗎? 基本上都是錯誤的 也沒有醫學上的根據有這樣講 而且這些東西裡面有一些成分 或者是你塗上去以後 可能會讓你的偷皮產生感染 這是會有害的 所以千萬不要拿薑摸你的偷皮 不然會更加嚴重 常聽人家說淋雨也會造成褲頭 這個也是不會的 因為我們在醫學上有討論過 淋雨甚至淋到酸雨會不會 也是目前醫學研究上是沒有的 那所以我可以進行的 基本上淋雨之後要做清潔 所以你清潔這方面有做好的話 淋雨就不用那麼擔心 那每天洗頭也會造成褲頭嗎? 這個基本上不會 就像剛剛講的 我們雄性褲是因為 雄性荷蒙轉彈的DHT 所以基本上你每天洗頭 跟這個DHT是沒有關係的 那如果每天吃泡麵也會有褲頭問題嗎? 每天吃泡麵這個問題倒不大 但是我們會比較擔心 你是不是會有營養不良的問題? 你有營養不良的話 那就會導致你的弱髮問題會嚴重 那加顆蛋就可以了嗎? 是的這樣是最好的 有些人會說按摩頭皮可以刺激生髮 那我天天按摩是不是也是可以? 基本上按摩頭皮可以生髮 這個有日本研究啦 所以應該是OK的 但是你要怎麼按摩避免去傷害毛囊 這也是一個大問題 不是很建議你為了生髮 特地去按摩這樣子 那一次有看過就是 網路上有一種搓頭皮的 那種也可以嗎? 那個也可以 因為它對頭皮毛囊傷害不大 所以像女生常搓頭髮也是OK的? 對也是OK的 像你用木梳啊 或者是一些比較不傷害頭皮的方式 比較溫和的方式 按摩頭皮基本上都OK 男生如果過度自慰 或是性愛頻繁的話 也容易造成弱髮 基本上這也是沒有醫學根據的啦 智慧過度跟弱髮 目前還沒有一些症相關 所以基本上各位男性可以不用太擔心 有一些口服藥 好像會讓男性有不自禿頭的口服藥會嗎? 基本上治療禿頭的口服藥 所有男性觀眾最擔心的 大概就是這個副作用 性方面方面副作用 真的是男生最care的東西 會有大概0.5% 大概2%左右的人 會有性功能方面的問題 性功能方面問題又有分很多種 我們目前接受到最多的 大概是性率下降 要進行還是沒問題 還有一些更少部分的 可能連進行都會有一些小問題 這一個方面的問題 可能就是等他如果服用以後 會有一些這方面的問題的話 我們再討論後續要怎麼處理 對啊 所以如果男性想要解決凸頭問題 但是又擔心你的性功能 有受到障礙的話 你就需要尋找專業醫師的諮詢喔 醫師那我在電視上看到一個 就是咖啡因洗髮精 它的廣告打得超級大 就是說可以減少落髮 這個是真的嗎? 使用咖啡因洗髮精 基本上它清潔方面是沒有問題的 對生髮方面 它目前研究來講 體外研究可以看得出來 咖啡因 它可以抑制雄心塗膜攻擊的作用 讓毛髮可以生長 可是我們做成一些生髮產品 比如說洗髮精 生髮水 對雄心塗的生長 看起來效果就沒有那麼好 目前研究會說有效的 大部分都是用拔髮試驗 拔髮試驗就是指 我們在你的頭皮 選擇幾個區域 那我們用手指頭去拔你的毛髮 拔出來毛髮量多不多 來決定它有沒有效 那基本上這個對雄心塗來講 它不是一個頻段的標準 所以基本上我們對咖啡因洗髮精 它的清潔效果肯定是OK的 但是你對它想要生髮的話 生髮的效果 可能就不能看得太樂觀 基本上這些東西你可以 到一些專業的醫師 或者是診所 來詢問一些比較專業的意見 最後再想請教醫師一個問題 我聽說你也有做過直髮手術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你的經驗嗎 因為我本身也是雄心塗的患者 基本上我是M型塗開始 那M型塗有一個麻煩的地方 是你用一些生髮的藥 不管是口服的外用的 對情人的效果都不太好 當初進行了1000株左右的數量 做了5、6年了 目前維持的大概不錯 很建議大家可以放心的進行直髮手術 醫師的頭看起來 真的很不像有禿頭的樣子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來找醫師諮詢喔 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出頭迷思 掰掰 等一下我忘了 卡住 太短了嘛抱歉 差一下 好痛 啊 不用這個設施了吧 不要動 還說吧 我不是要動 好痛